中国南篮史上最令人窒息的19秒 姚明都坐不住了 比过山车还刺激 大家好 这里是爱斗体育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南篮对战韩国队 此时比赛来到第四节 双方比分54比55 中国队还落后一分 中国队球权 面对韩国队的防守 周琪强势投进这一球 韩国队想投三分球 但并没有计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郭艾伦和周琪配合默契 再次投进这一球 现场的球迷们都沸腾了 韩国队想强突 但中国队的防守非常好 中国队再次抢到篮板球 面对韩国队的防守 郭艾伦选择直接投篮 一记三分球成功命中 韩国队上篮时 造成了任俊飞的反规 韩国队两个罚球 两罚进一罚 而后韩国队迅速抢到篮板球 一记底角三分成功投进 比赛还剩七分钟 韩国队球权 面对中国队的防守 韩国队选择直接投篮 再次命中一记三分球 此时韩国队将比分反超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经过多次传球 最终还是将球给到郭艾伦 郭艾伦强突上篮命中 这球投得太帅了 而后韩国队同样回应了一记两分球 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紧 中国队球群 面对韩国队的防守 中国队采用了战术 最终赵锐成功投进这个三分球 中国队的防守并不好 韩国队抓住机会连拿四分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方说再次重距离投进这一球 比赛还剩四分钟 韩国队再次抓住机会连拿四分 比赛还剩三分钟 此时的中国队畏首畏畏 方说传球时 被韩国队强断 韩国队出现失误 中国队再次强断 中国队迅速回方 郭爱伦突进将球给到周七 周七二次补篮命中 再次将比分追平 韩国队进攻时 裁判竟判了赵锐假摔 赵锐被罚下场 韩国队加罚一球 成功命中 比赛还剩一分板 韩国队想投三分球 但并没有进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关键时刻还得郭爱伦 郭爱伦强突在近一球 将比分反超 而郭爱伦的这一球 更是直接让韩国队喊了暂停 暂停结束 韩国队球权 韩国队传球时 一键连成功抢断 将球给到郭爱伦 面对韩国队的防守 郭爱伦选择直接投三分球 成功投击 现场观众都沸腾了 比赛还剩30秒 韩国队球权 在争抢篮板球时 韩国队造成了一键连的反规 韩国队两个罚球 两罚进一罚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赵季伟迅速反攻 再次投进这一球 比赛还剩5秒 裁判吹了方说的犯规 此时的姚明都坐不住了 韩国队两个罚球 两罚进一罚 韩国队抢到篮板球 但时间到 中国队77比73 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